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我们要服务众生 那我们除了我们的财师 法师 我们一定要叫无畏师 因为无畏师 可以断掉人的烦恼 无畏师可以掉人的烦恼 有时候 你太多超有的事情 你可以计较在一个工作里面 可以断掉烦恼 尤其是你要去服务众生 所以我上个堂课在谈到说 如果你每天上班 你都没办法快乐 我的小朋友要去上班 都会问我说 爸爸我要去上班了 那我就回答他一句话 工作快乐 反正我每天都一定要讲的一句话 每天讲 他们都要去上班了 我就说工作快乐 工作一定要快乐 工作没有快乐 这是要痛苦一辈子 不行的 你要靠一个转连 那我今天要破题就是说 在上课的学习是人生最大的筹码里面 我有谈到一个花莲女中的一个公友 叫林天来 他在做公友的时候 他心里想说 做这个公友就有点什么卑微 好像都有点抬不起头来 所以那内心就已经有这种自卑感 和自己在打仗 他说没办法突破我这种环境 没办法突破这种环境 对 他就想说 反正我30天31天 我就换了一万多块 来养活这个家 家里有九个兄弟姐妹 他是读高工毕业 他在高职里面是读电机科的 除了社会就做电工 现在学校里面当杂工 很复杂的一个职业 但是他没办法 也自己没办法去接受 他来当这种做杂工的工作 但是环境不允许 他有什么多余的想法 自从他看到天下杂志出版了一本 热在工作之后 改变了他的人生 他看了之后 他才发现 他所做的这个工作是非常有意义的 所以他非常感动说 我为什么会被安排在这么好的地方工作 他除了扫厕所 扫用食 他要去当图书馆的管理员 所以白天他就种花花草草 美化环境 以前在种这些花花草草 他很痛苦 现在在种这些花花草草 他等于替所有的同学 学生老师 替他们来享受这些花花草草 因为你为了要给大家 能有这些花草可以欣赏 这个当下所种下去 这个花草有没有漂亮 有 因为你已经有那种纯别心 你已经所做的工作 是要为别人而做的 他也很高兴 他那晚上的时间 他宁愿减少他的税名 就图书馆的书 就不断的看不断的看 经过几年之后 刚好天下杂数 举办了一个真文比赛 他就写了一篇 公有的生活 就乐在工作就这样 他描述了 就像刚才我在形容这样 就是用另外一个境界 可以领悟到 当公有的那种乐器 因为和职业上的卑微 都已经没有关系了 因为他已经看到 他所做这个工作的意义 对人类 对同学 对老师 对这个学校 是有帮助的 所以他现在已经和职业 职位都没有关系了 和薪水也没有关系 他自认为他已经在做 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刚好他把这些文章写出去之后 你看相对的转练之后 连写的文章 别人看起来会不会感动 会 你要讲课之前 你要讲到能感动自己 能感动自己 你才有办法去感动别人 你连自己都没办法感动了 你不可能去感动别人 演戏也是一样 我们那个天下父母心的 那个女主角 阿哈 你看他就是有办法控制到那种节拍 当导播在讲说 听到他的媳妇在跟他儿子的对话 说你叫那个老太婆回去 我们拿一点钱回去 拿一点钱给他就好了 就给他回去这样 结果他儿子不听 说你这个时候没有教养 没有不孝顺这样 他怕他们夫妻吵架 夫妻吵架他就要离开 要离开的时候 导播就讲说 那阿哈以后需要何弃何从啊 二三 阿翁啊 你怎么办法做你去啦 就这样 我就每次把他算那个节拍 都很准 那个当下他一叫 下面所有的观众眼泪就滚了掉下来 他来演 换你来演 搞不好 人家还以为 还笑出来 笑出来 对 那个动作就要先感动自己 感动自己 所以我谈到这个林天 他就当工友他已经和他的职业和他的薪水都已经没关系了 他已经这三件事和他是没关系的 他注尊了我已经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这个当下写出来的文章一定感动自己 也顺序会感动到这些评审 真的过几天之后 人家他接到通知了 得到首奖 得到首奖 因为得到这个首奖 有那个基研去认识的一些教授 他常常和他们沟通 他现在的详瓦已霸乎 刚好有这个基研 他辞掉了工友的工作 就去参加了天下杂志的出版社的工作 也是从那边最基本的工作 仓库的管理员 就从一步一脚的那边坐上来 他没有去租房屋 也没有那个钱可以租房屋 就睡在仓库里面 他说睡在仓库的好事 看书不用钱 也不用找书 很简单随便拿可以随便看 就这样 很快的速度一路 从最下面的职位上 做到社长的特别助理 做到副总经理 做到现在2012年的2月2日 就做到天下杂志的总经理 从一个工友高工毕业 就因为一个念头热在工作 就改变了一个人的 一生的命运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真的很复杂 有时候那不是你甘愿 所以有时候为什么要冷静下来 找到你内心世界 真正的你是为了什么 真正的你是喜欢什么东西 有时候你没有找到 没有找到 就过着那种混沌一生 混沌一生的那种日子 就非常的可怜 那今天我们还算不错 我们还找到 你人生很重要的一段属命的工作 找到你的路 能领悟到这个属命的 所计辩的条件 就是你家的根基 你的主德 你的火焰都过了 才有计辩这个属命 就这样 他说谈乐在工作 就是一个工友 他就这样转换来的 这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有一次西尔顿在盖的时候 有个记者就去问 就去问三个工人 他就问第一个工人说 你现在在盖台湾省最高的大饭店 你有什么感想与心得 这个就回答他说 我们做工的人 哪里有什么心得与感想 我就赚一些钱回去养活妻女而已 有什么感想 对下去没办法继续对话了 他就去问第二个 你现在在盖台湾省最高的大饭店 你有什么心得与感想 那第二个就回答他 我们做工的人 有什么心得与感想 我就赚一点钱 等一下下班之后 就去买一瓶阿扁的 喝一喝 就去睡觉了 有什么感想 既然是这样也没办法对话下去 他就问第三个 你现在在盖台湾省最大最高的大饭店 你有什么心得有什么感想 第三个回答他 当然有心得 当然有感想 我回去 我会告诉我的祖孙 在某年某月的时候 哪一个时段 台湾最大的大饭店 那个你爷爷 你爷爷 你老辈 曾经参与的这个工程 里面的每一颗沙 每一个脚印下去 都有你爷爷的汗 有爷爷的血在里面 残杂的每个薯头 每个沙里面 同样都是一个工地的工人 有三个 请问这三个工人 哪一个比较不会脱工减料 第三个 请问这三个工人 哪一个会做得比较快乐 第三个 一样同一个环境 同一个环境 也赚同样的钱 但三个人到最后的命运是不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 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 你所学的东西 你要去服务别人 搞不好你没有专业的专家的那么厉害 但是当你做下去的时候 那个结果是和别人是不一样的 你不是辞食 他说我教你学习一点煮饭的工夫而已 此时他是要煮菜去卖给人家 他说你在学习的功能里是要服务别人而已 就只有这样 当然你只要去做了 重点在于你心中有道 你心中有众生 心中有众生服务众生 这个就是道 所以既然就是道 你做下去的结果就是功德 那别人 搞不好他写的很厉害 但是他会足足在他的价格里面 既然足足足在价格里面 他有所走就不得其正 那你就定在你的价值 就定在他的意义 那两个结果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所以如果你这个观念通了 观念通了 人生不是重处在价格 是重处在价值 你懂了之后 自然而然 你就会热在工作 一样你看 一样的工地 三个工程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一天两天没关系 那过一辈子有没有痛苦 有没有痛苦 这样就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给我们了解到 了解到 既然在道场里面 你说参与的修半道的工作 人家是 越修越半越滑喜充满 你越修越半 脸越苦瓜 因为这个也不是 每一个地方都不是吃醉 你内心的喜悦 都是非常的埋咽的 非常的痛苦的 这样就很差了 不但做了伴俗 做到老干 人生到老干 又没有功德 就非常可惜 尤其如果这样 因为你有在 伴道的时候 才有足够谈修道的经济 因为你为众生 你都在付出 只要你做事情下去 我跟你保证 一定有好坏对错 对不对 你也一定会听到好坏对错的这些事情 你都一定要接受 你就本来感恩 当作这些人 再提醒你 再提醒你 顺著你更加要感恩他 因为如果没有他那种不合乎条件 不合乎情理的要求 不合乎情理的批判 还是讲话 感觉你就是会这样安利的过一生 你没办法成长 因为你有接受到这些环境之后 你反而会更加成长 因为会战战兢兢 所以每件事情遇到的时候 都要当做什么 把它当做好事 要不要感恩 要感恩 这样大概整个就是会不一样 你看我们曾经想过说 某某人到哪里去上班 你接受到哪个主管调教出来的 只要是那个主管调教出来的 不用怕 你的利率表不用审核 直接进来 就像我们台湾听说 我们考过了执照 驾驶执照 到加拿大去考驾照的时候 就比数就好了 不用再考 考那个 那个什么 现场的驾驶 我们到大陆去的时候 也是一样 我们考比数就好了 那个驾驶技术都不用再考了 旁边的人说 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 就考比数 七的都不用考 因为 他们是台湾人 台湾人开车的技术都怎样 好的不得了 你在美国开车之后 你回到台湾 你不敢开 你不敢开 我们就这位照片一闪 我们就直接切了 对不对 他们的要求是一定要转过去 一定要转过去 没有转过去抓到要花钱 你一定会说 我有转没转 你会知道吗 我跟你说保证知道 对 我早上起床 我会去走路跑步 在那个社区里面都没有人 大家都在睡觉 车子也很少 当我走到实处路口的时候 没有红利灯 车也很少 社区里面有路 就画一条白线 连那个STOP都没有谁 都没有谁 那车子刚刚远远就来了 我就站在那边 等车子过去 那个车子开到那边有一条白线 停在那边 那我等他 他呢 他在等我 到最后他把窗户打开 用手说 叫我过去 那我才走过去 跑过去 他才开 你知道吗 这个如果在你们这个地方 你会开这个会等我们吗 不会 你觉得不会了 但是 你有种到美国去 有人站在那边 你就把它开过去 我保证 不会差不多十分钟 警车就会来了 警车就会来了 来大概不多 两百多块美金 七千多块 罚款会七千多块 对 有一次我开到 高速公路的交流道 台中交流道 台中交流道有几个交流道 台中有三个交流道 应该是在第二个交流道下机 但是就是太快下机 不对 不对又开上来 开上来 这个是下机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已经有实现 对不对 切过来 还是可以过来 过来 不到十分钟 有一个女警长 然后一个组黑棒 我不理他 不是我 我就继续开 他就追过去 下来 就是你刚才切过来 不对 不多 七千多块 到那边去 你就会去遵守这样 好奇怪 我们为什么会侥幸 因为钱花得太少 如果闯个红灯 花个十万 国家有钱 你会不会乖 喝酒开车 一次花五十万 你会不会乖 你最起码去请客人 请计程车把你载到家 也当可以 对不对 因为大概是华的太太 不知道 为什么这样 听说我们 我们的人抽烟 没有抽很痛苦 大陆人也是一样 大家到新加坡去 自由 新加坡都问大余 这里可以抽吗 不行 好奇怪 那个阿伯一天都没有抽 都不会痛苦 为什么在台湾没有抽 就很痛苦 在旁边一直吸一直吸 到那边去 你又不敢抽 为什么 为什么 花款很重 花款很重 所以人不是教不会 不是教不会 是你养成那个不好的习惯而已 你到一个新的环境 你自然而然 你就会这么去做 已经到红绿灯 10线 10线 白色油漆10线 你是不能 两条线不能转换 对不对 白色你是不能换 但是你等一下要弯 该抽了怎么办 接过去 接过去 等个红绿灯 一弯过去 等过 弯过去之后 不久 大概不会十分钟 警察就来了 哦 就来了 他们好像有抓那个天脸 天脸 还是神脸 得到为什么会这样 这样也是七千多 我们那个李清空 李老师 就是弯过去 不是弯过去没有问题 他们红灯是可以右转的 是他刚才 在这个边 中间路线 他一直就敲到 敲到右边这边来 再来弯 这样也是错的 也是错的 好 给我们了解到 了解到说 你遇到这些事情 你自然而然 我现在讲的都是这种观念 你通了 你自然就会通 你没有通 那你就会痛苦 就会痛苦 那么再来谈谈 工作的本质 工作的本质 那时候 选择职业有没有重要 有没有重要 有 有 我真的很恭喜 很恭喜我们这些 富帕八十这个团队 这个团队你没有感觉吗 一来做好事 对不对 二来又有主业 又有主业 三来 可以提升你的修炼功夫 因为你服务的对象 有时候你还能讲话 他连回话都不会回你 不是他不要回话 因为他是生病了 他生病了 所以你要服务生病者 他长期生病的人 所以你们要去体谅他 是没办法的 所以你服务他 他是没有笑容的 他也不一定会感谢你 也不一定会感谢你 他说有时候你看到成果 你应该会高兴 所以我常常去鼓励这些 我们富康八十的这些 疏忽这些疏忌 所以你要来开富康八十 你要具备的第一 一定要摄疏文 你要合眼烈色 合眼烈色 第二个 你要冒疏功 要有种恭敬 因为你服务他 他不一定能从外表上 展现给你看 所以你要热在之后 你要开快车 你去开救护车 开救护车 你要开这个富康八十 就是不能开太快 最好要左转右转 都要呼吟一下 喊一下 讲一下 都是很好的 对 因为他没办法直接反应你 尤其一个长期生病者 你没有感觉吗 同一个父母亲生的小孩子 有五六个兄弟 父母亲生病的时候 到最后都是会留下 一个两个去照顾他 那这一两个照顾父母的人 到最后都会 都会给父母亲讲什么 父母亲有讲到什么 谁说的 对 照顾父母亲他生病 另外这兄弟都没有照顾 都没有照顾也不用照顾 他们只负责一个月回来一次 就买一颗苹果回来看他 他爸爸就说 你最孝顺 你都会买苹果回来给他 你大哥 大哥大嫂不孝顺 到现在快要一点了 还没用饭给他吃 其实十一点半就吃饱了 因为他生病 他有话 没地方讲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半路上如果听到这话 以为是大哥大嫂不孝顺 你知道吗 其实不孝顺是那个买苹果的 这是九九才回来一次 他是父母亲因为他生病 他心情不好 他就讲这种话 无地 先生 他就是会 就是会讲那个 讲他不会顶嘴 不会回话那一个人 对 我讲到这里 好几个人很感动 眼泪掉下来 你讲的是真的 是真的 但是都是到最后 要死掉之前 就会讲一句好话 我讲到这里 我岳母就跟他讲说 真的 我曾经照顾我的婆婆 我自己讲过一句话 我以后绝对不能中风 万一我有一天 万一中风 我自己要咔嚓了 因为他已经照顾别人那种痛苦 他能感受到 不是工作都很简单 都还要再挨 那就是烧险烧 冷险冷 减险减 没有减险 没有减 到底要怎么煮才比较好 不是你的味道问题 是谁问题 患者病者 老人家的嘴巴生病了 所以他的味觉就会不好 不好 到最后人生最后一段 就跟他讲一句说 讲一句说 不是 不是我要一直骂你 真的我很痛苦 因为你 我骂你 你不会回话 所以我就讲你 所以 给你的祖孙后代都吃 好处 出好处 就一句话 就辛苦 半辈子 就赚了一句话 我就问了患母说 这样也很好 你没有感觉吗 你一手小孩子死一个 死一个 各个是降财 都是那么好 里面医生 教授都那么多 看一看最后我最差的 其实都很好 你看皮肤科专家 那个在进化 比如那个叫李延匹 有没有人去过 李延匹啊 皮肤科的 有去过吗 你有去给他看 要排队 对不对 要排队 要排队 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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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都是我的年金其中一个 那 朱部长也是 十一个小孩 可以全部这样很不简单 对不对 很不简单 所以 有时候你看 孝顺父母的人 到最后都会出乎怕孙 但是 下面 对 这 在 这个 但是 现在 我 认为 是 ается 我